医生,我的检查结果出来没有啊? 唉,行脆花是吧? 对啊 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我的身体没什么事吧? 你这呀,是轻微的脑梗塞 需要呀,尽快入院治疗 医生,我这还需要住院治疗呀 要不,我不住院行吗? 你这种情况呀,就应该入院治疗了 不能再拖了 拖到病情严重啊,就麻烦了 就不好治疗了 你呀,好好考虑考虑,不能再拖了 唉,那行吧,医生 我呀,回去考虑考虑 行,考虑好了呀,尽快来入院治疗 谢谢你了,医生 没事 那我走了 好,慢走啊 唉 谁呀,来了 唉,妈,来进来 瑞瑞瑞在家啊 妈,来坐 妈,这外面这个楼,你怎么过来了呀? 妈,想你们了 过来看看你们 唉,对了,瑞瑞,这阿朵不在家呀? 在家呢,妈,她在里屋睡觉呢 要不我帮你叫她吧 阿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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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你妈来了 唉呀 唉呀 知道了 这楼在不在干什么呀 唉呀,知道了 行了,别睡了,咱妈来了 妈,你来干什么呀 阿朵 你看,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在睡觉呀 你今天不上班呀 上什么班呀 我早天呀,童谣打了一页麻将 今天呀,就请假了 阿朵 你说,你都多大了呀 怎么还玩呀 唉呀,我这都多大了 你怎么还管我呀 不是,妈 你来干什么的呀 是来给我送零花钱的吗 正好啊,我昨天把钱都输光了 你呀,给我点零花钱 阿朵 你说说你 让妈 怎么说你呀 说我,说我干什么呀 说吧,什么事啊 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呀,尽快说吧 朱朱 妈今天来 真有点事 你看 妈 前几天 这身体啊 不舒服 去医院 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让我住院治疗 你说 这妈手里啊 也没那么多钱 妈今天来 就是想 给你们借点钱 住院就住院呗 来我们家什么意思呀 你 妈 阿朵 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医生怎么说呀 这严不严重啊 朱朱 医生说 我这儿有点脑梗塞 让我住院尽快滞留 如果不滞留 后 我不敢谁想呀 不是 老太婆 你啥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听那医生啊 胡说八道 那人家都是胡说的 还有老太婆 我听你的意思是来借钱的呀 我告诉你啊 我家可没钱 你也知道的 我家什么条件 反正啊 没钱啊 阿朵 你怎么 能这样说呀 你说 我这病了 我救你这一个儿子 我不来找你 我去找谁呀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啊 要钱没有 要命啊 一条 阿朵 你闭嘴 有你说话的份吧 朱朱 这钱 就算妈 借你们的 行吗 借我们的 借我们的也没有 你跟他说 跟他说 顶用吗 儿子 你怎么会没钱呢 你这不是 还有工作吗 我是有工作 可是我那工资啊 还不够我花的 我还在打牌呢 打牌都不够 再说了 还得照顾这臭婆娘 我哪来的钱 借给你啊 儿子 你不能这样啊 你就借给妈的钱 行吗 你个老太婆 听不懂人话 是吧 啊 我告诉你 不借 还有啊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两个 各不相干 儿子 我可是你亲妈呀 我一个人 寒心如骨 把你拉扯的 我容易吗 你怎么 能给我 这样说话呀 你是我亲妈 怎么了 你拉扯我长大 不应该吗 还有 咱们两个都分家了 你呀 别再找我借钱了 赶紧走 儿子 我求求你了 行吗 妈 这阿董 都说了 没钱没钱了 你就别找我没借了 你赶紧走吧 行 行 我走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那我赶紧走 妈 怎样 这打扰我睡觉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你趁着把我把垃圾带下去 行 行 你先出去等着 垃圾给我倒了 等一会把垃圾等过放到门口 知道没 从此以后不要进我们家了 我怎么养了一个这样的不孝子呀 我的命真苦 这是什么样 怎么费钱呢 还有一种卡 阿董那样对你 我也很难过 这是一万块钱 是我省持兼用 省下来的 这张银行卡 是我的家传钱 密码 是银行卡的后六位 妈 你都不知道 阿董 整天打麻将 钱都让阿董打牌 输了 这些钱 还是我瞒着阿董 给你的 你千万 也跟阿董说 你先拿着这些钱 去治病 这几天 我在家里 好好 给阿董说 到时候 让阿董 去医院 看你 照顾你 妈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到时候 钱不够的话 给我打电话 还有啊 你一定要好好 保重身体啊 妈 我能帮你的 就这么多了 一定要保重 我身体啊 妈 我的好儿的媳妇 我的儿子不孝顺 我们家 能娶到这样的 好儿媳妇 那是我们家的 夫妻呀 不其实 我每个儿一会儿 你跟阿董 在那里 我每个儿一会儿 你每个儿一会儿